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换脸工具 昨天有人跟我说这个工具更新了 我来看了一下,确实已经更新到了3.9.0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更新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它更新的内容 其实大部分来说就是修了一些bug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更新 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了 这个交换架构的大规模重显 它这个效果最终体现出来应该是换脸效果更好 其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动 我们来看看怎么去使用 那么我们打开我们的工具 这是3.9.0 还是大家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使用界面 跟之前3.6.5 好像区别不是很大 我看了一下有一点区别 但不是太大 然后我们还是用实际的例子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边我们先来选个图片 我们就选这个 然后这边选个目标文件 目标文件我们找个视频 我们来用这个视频 稍等一下 大家上传有点吧 然后这边 我们这边上传的时候 这个有时候时间确实比较长 如果出现这种进度条等待的情况 大家就稍等一下 这个是它的工具本身可能是有一点点效率上面的问题 只要等就行了 那么这个图片呢 大家要注意这是图片的命名 不要带那种奇怪的符号 包括中文这些都不要带 大家最好直接就是英文 或者是数字 这样可以保证不会出错 而且这个头像呢 你要保证就是说这个头像不能太小 如果太小的话 那么它可能检测不到这个头像 那么这个时候也会报错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这样都选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换脸 这样咱们看一下 这边有个换脸 大家点一下就行了 这边换过来了 大家看这个效果 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边呢 还得使用高清模式 这里大家自己选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选了之后呢 直接点这个刷新 大家看这个脸部 非常的清晰 而且整体的效果也非常的棒 那么我们可以拖一下这个编号 这个针编号 那么拉一下 可以看到后续的这个视频的样式 我感觉这个3.9.0的换脸效果 确实要比之前的要强很多 这个整体的效果看起来确实好 我们这边还有些其他按钮 这边有个使用当前人脸针 那么这个按钮 它其实是用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边视频有很多人脸 有多张人脸的情况下 那么使用这个当前人脸针 可以去选择你要替换哪一张脸 这个功能的话 我们之前的视频有讲 如果大家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去发一下之前的视频 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下面有个针编号 那么这玩意干嘛的呢 就是整个视频所有的针嘛 然后下面有个设置为开始 设置为结束 那么这两个按钮的话 是对视频进行截取 比如说我们这个动作 把它拖到20 那么它是这样一个动作 把它设置为开始 那么我们再拖一下 它是这个动作 把它设置为结束 那么我们这边去开始输出这个最终视频的时候 那么得到的就是这个20帧到71帧之间的一个片段 这个是用来揭取视频的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其他的主要就是这个 这边高级设置这边 它这边做了一些改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遮罩的预览 这个头像的偏移 这边应该是刷下流了 这是它的一个遮罩 对脸部进行替换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边这个偏移呢 可以去控制这个遮罩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吧 头像左侧 偏移一半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到就是说 这个左边这半张脸 是视频原本的这个脸 右边的脸呢 是我们替换之后的脸 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分明 这个就是干这个的 整个这些参数的都是用来调整这个遮罩的位置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调整一下 去看一下这个对应的值 相应的一些效果是什么样的 这个比较简单 所以咱们这个就不去详细给大家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手动遮罩的用处 这个手动遮罩其实非常有用 这边我们先恢复一下 然后刷新 我们最初始的样子 这个绿色区域的代表全部会被替换掉 那么我们可以切换这个手动遮罩 图像放大 下面会多出来三个工具 点了一个笔 把你不想被替换的地方勾一下 比如说咱们 两个眼睛不想被替换 那你就把它画住 包括这个嘴不希望被替换 那么你也可以涂一下 咱们这三个区域不希望被替换掉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 这三个区域呢 会保留原来视频的这个样子 点压刷新 大家看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是吧 全是绿色的这个区域里面有三个洞 这三个洞呢就是我们刚才绘制的这个区域 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点这个下载 那么这边可以明显的看到 就是这三个区域呢 它是用的是原来的这个眼睛和嘴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拉回这个灵针 拉到最开始 最开始没了是吧 我们再来画一下 就画两个眼睛就写了 这样 然后点刷新 下载一下 大家看他这个眼睛是吧 然后咱们再来对比一下 他这个没有经过遮造的这个效果 大家看这个眼睛是这样的 再来下载一下 两张图 咱们对比一下 大家看这两个眼睛 这个区别是很明显的 他这个眼睛是这样的 这个眼睛是这样的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能看出来的区别 这个就是这个手动遮造的一个用处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 这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面部遮造引擎 这个也是他做了一个比较大改动的地方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然后呢我们点这个显示遮造预览 这边报错了 报错没有关系 他这个报错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 还会接着去使用 我们点下面这个试一下 这边看到了吧 大家这个遮造就出来了 他这个遮造是变成黑的了 而且他是把这个中间这个区域给显示出来了 他这个区域也是表示 中间这个区域呢 是我们被换掉的地方 这个是他这个遮造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觉得这个手动遮造更好用一些 下面这个其实并不是太好用 就给大家自己选吧 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这边换脸模式 这些都是针对好多张脸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也来做个演示吧 删除所选 添加一个本地文件 给一个删掉 找一个这个多张人脸图片 就这张图 大家看这里面呢有好多张人脸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替换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把这个收回去 这样的话我们得使用这个 使用当前人脸帧 来确定一下当前的五个人脸 大家看这边就都有了 然后我们随便选一个 这个脸 这个脸应该是中间这个 我们选到这个脸之后呢 先点这个使用选定人脸 这个人脸就到这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刷新 就可以换掉这张脸了 大家看这张脸换掉了 是吧 是这样的 这个使用呢也比较简单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其实你手动操作一下 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边呢还是在不停地拨错 当然这个没有关系啊 那这种错一般不会影响运行 如果大家发现了不要就是直接把这个关掉 其实它是可以运行的 没有关系 如果大家这些选项如果不太了解的话 那么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上一期的视频 上一期的视频都有讲 然后呢我们重新选择一下刚才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最后快点的效果就行了 这个 这边再上传 这边稍等一下 这个我们点一下刷新 它这个其实好像已经换过来了 换过来了 那么直接点开始 好 这边稍等一下 做完了 这个最终的视频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去放一下 那么它这个视频是在这个输出文件夹里 在这可以看一下 画脸效果非常不错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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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